大部分的臺灣人都不用擔心自己 不能夠吃飽穿暖 不過這位住在新竹的尤奶奶 就沒有這麼的幸運了 其實今年她就已經六十歲 但是視力模糊 而且又疾病在身 而社會處接獲通報之後 也給予協助 新竹縣長楊文科也特別前往 並且慰問關懷 也送上了開影機 穿著黃色背心的女士 熱情擁抱新竹縣長楊文科 不過她不是楊文科的忠實粉絲 而是新竹的脆弱家庭個案 尤奶奶 今年六十歲的她 視力模糊又患有糖尿病 曾有五個月的帳篷生活 在各界幫助下 終於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家 這回楊文科特別前往慰問關懷 並送上紅包 我們縣府對於這些弱勢的一些家庭 或者一些鄉親 我們都會想盡辦法來幫助她 那今天我們也是特別實踐 我們老中親又通通照顧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橫山相公所也會派人來關注 新竹縣社會處接獲個案通報後 立即提供尤奶奶民生物資 以及日韓保暖醫務 並連結竹東榮民醫院 協助她就醫 恢復用藥 更有建設公司董事長和福利協會理事長 捐助十萬元替尤奶奶預付兩年的房屋租金 除了縣府提供的協助以外 也有不少民間企業與社福團體慷慨捐助 橫山相公所也配合志工團體提供長期陪伴 郭奶奶的故事看似是個案 但其實是社會縮影 唯有政府和民間攜手合作伸出援手 才能給予需要關懷的人一個溫暖的家 記者綜合報導